來 等一下我們在上面來猜 拿到專心的羽絨外套 代表學生來參加餐廳的學生都很高興 因為多次的愛心和專業 都能夠有真的外套能夠穿路 有沒有超高興的 10到12天喔 超高興的 超高興的 有點高興 因為有點不高興 為什麼 是你嗎 因為我都不習慣穿11的 這時政府那邊都入住處越緊張 雖然已經離開雲林一段時間 不過一直很關心雲林的臨時物 最近就通過電腦網路 知道中華新台國民中小 總要去騎腳踏車合宿 不過有很多小孩 買不去保暖的外套 所以才會來協助 在寒冬睡末之際 穿著衣服軟在心裡 騎著單車遊台灣的時候 就會知道感受這樣軟軟的後衣 特別是校長有這樣的一個發心 我們就想說 我們能做得到的 那就來做 那我想這是身為雲林人 那對雲林所做的一點小小的回饋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樣的 對雲林有幫助的 在我們能力有限的之餘 我們還可以多做一點 有這樣的企業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 我來見證這樣的美事 我覺得是非常的榮幸 那我覺得這裡的小孩子 真的非常幸福 所以他們住在山上 可是有這麼多有愛心 有愛心的企業 愛心的校長願意付出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棒 看到外界的真協助 學長的單車準標時 他希望全校都一樣 讓經濟比較做生意 因為你如果只是少數幾個人 穿這種衣服來講的話 它是會有標籤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想說可以的話 讓同學跟同學之間 不會因為性別貧窮 或者是因為有宗教的因素 而有隔離 所以我才想說 如果這樣全校可以的話 它一外面是我們的 又可以代表我們的制服 那一外面的話 又可以在山上有一種 比較保暖的一個功能的話 我相信這樣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已經很久 不可以穿過身衣服了 聽到小孩聽真的回答 讓人感到貌貌的心聲 也希望有您的人 可以做回來協助 讓小孩安心來合適 吉祥真心藏寶寶寶